我们继续来关注英国脱欧 当地时间4号晚 英国议会下院通过一项 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 按照议会立法程序 接下来该法案将提交 议会上院进行表决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随即寻求提前大选 但是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当地时间4号下午 英国议会下院开始就 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 进行辩论和分阶段投票 法案内容为要求政府 如果无法在10月19号前 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 就必须向欧盟申请 将脱欧期限再度推迟三个月 至明年1月31号 最终议会下院以327票赞成 29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法案 按照议会立法程序 接下来该法案将提交 议会上院进行表决 通过后经女王批准 才能成为法律 投票结束后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随即表示 寻求在10月15号进行提前选举 依照现行法律提前解散议会 需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投票支持 也就意味着必须要获得 最大反对党工党的支持 不过工党领袖科尔宾表态说 在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 正式成为法律前 工党不会支持提前选举 在随后的投票中 约翰逊要求提前选举的动议 仅获得了298票赞成 远未达到650名议员的三分之二 在阻止中